这是一个被联合国连续五年,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。 只要你降生于此,你人生的生存难度便已进入简单模式。 一出生就有政府赠送140欧现金,18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领取,不低于120欧元的儿童补贴,单亲家庭还有额外补助。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高质量的免费教育,一直延续到高中,每天还包含一顿免费的午餐。 全民医疗保险生病期间,不仅报销60%的医疗费用,还可以领取全额工资。 不仅有长达263天的产假,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三倍的国家补助。 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,每个月有500多的失业金可以领。 这个国家就是芬兰。 一个和世界的孩子们,有着年终约定的圣诞老人的地方。 如果你想半路出家玩艺术,政府还会给你发放一年员工资水平的补贴,帮你寻找灵感。 老了没有退休金,也不用担心人人都有国民养老金,每个月最低500欧。 芬兰虽然国土面积不大,但天空与湖泊辽阔纯净,咖啡与设计独具魅力。 在芬兰,你可以去首都赫尔辛基的岩石教堂,听一次美妙的音乐。 去百年市场哈卡涅尼感受生活的热闹,去时光之都土耳库体验抑郁风景。 上帝的眼泪塞马湖,欧纳斯原始森林山顶的极光,还有芬兰人的幸福圣殿桑拿房,都不能错过。 作为欧洲冬眠限定之旅,从雪橇冒险到桑拿,从肉桂卷到桂鱼汤,这个梦幻国度,总要去体验一次。